美团CEO王兴在社交媒体上贴了一首唐诗 焚书坑 被敏感的网民解读为暗喻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结果美团股价连续两日大跌 王兴的个人财富损失了25亿美元 这首诗文为 《竹博烟消 地业虚 关河空锁 祖龙居 坑灰未冷 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据《台湾自由时报》10日引述报道称 网信转发唐诗 碍于习近平不读书 美团股价不仅当日重挫9.8% 隔日再下跌近6% 且公司高层遭约谈 消息说 暗设或从口出 习近平当政后多次赛出自己阅读的书单 他的书单中大多是古今之外的名著 但是在多次演讲中都闹出读白字的笑话 例如他在2016年的G20峰会时 把清官义道通商宽农读成 清官义道通商宽义 所以习近平也被中国百姓封为小学博士 迫于舆论压力 王兴删除贴文 并于9号凌晨再发文解释称 前两天一首唐诗令我颇感慨 秦国警惕书生 但后来灭秦的流向却不读书 这给我提了个醒 最危险对手往往都不是预料中的那些 不管王兴怎么解释 彭博社说 中共监管机构都将美团视为目标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 中共的监督机构 已经颁布了众多法律 对互联网领域进行更大的监控 据说 北京正在进一步减少商业公司 对个人数据和媒体的控制 彭博社分析 无论王兴的动机如何 监管机构都会打压美团 王兴是少数被认为像马云这样的领先企业家 42岁的他 上个月刚刚筹集了创纪录的100亿美元 并带头积极进军 在线杂货市场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他拥有美团约11%的股份 约184亿美元 有评论指 中共已经公布了一张约谈名单 上了名单的企业所有者 现在应该每天都忙于公关 希望自己能幸免于难 但他们不知这一切忙碌都是徒劳 共产党起家就是靠斗地主 分田地 来忽悠流氓 来和他一起造反的 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巨大 百姓怨声载道 仇富心理很强 中共当局也可能会发动第二次文革来掠夺富人的财富 来达到所谓的和谐社会 在中共的治下 不管你是什么社会阶层 有钱还是贫穷 只要共产党突然变脸 就会割你的韭菜 共产党从执政开始就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大举迫害 六四图成 迫害新疆西藏人 而且迫害信仰 对佛教 道教进行各种瓦解 打击地下教会 拆除十字架 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 并且活摘人体器官 贩卖牟利 可以说 天怒人怨 上天就要清算中共政权了 所有中共政权的组成者都将跟着倒霉 甚至所有认可中共政权的人都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认清中共 所有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能去大约网站 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 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